直線 這條直線我們伸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好,你要把這個直線 用關節的曲度把它變成這樣 這樣這是不是比它長 糊就糊比它長 怎麼做 骨頭這兩個小臂骨跟上臂骨 它是不能動的 它的長度是固定的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調整的 就是走關節、肩關節 就這幾個關節我們可以用 把它變成這個形態 所以你的筋的力量越大 這個弧度就越大 你可以做到這個弧度就越大 一開始做一點點沒有關 沒關係 一般人是什麼 一般人是 一般人是 它的直線是這個樣子 可是它做弧線的時候呢 它縮回來了 它變成這個樣子 它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筋上面還是沒力量 因為長度跟這個是一樣的 這樣不懂 它之所以難受 是難受之所以有強度 你練出來 感覺那個力量酸麻又抖啊 是因為做的 因為做到這個 當關節可以做出來 實際上我們是做出來的 比方要三個關節 我是在這個關節 我在這個關節做出一點弧度來 這個關節做出一點弧度來 這個關節做出一點弧度來 可是因為肌肉跟韌帶 肌肉跟肌腱的延伸 肌肉跟肌腱 肌肉跟肌腱 我在這邊是肌腱的曲度嘛 可是因為他做出曲度了 他會把這個肌肉 這個肌腱會被他拉出來 變成 變成這樣子 這個他們之間的肌腱會被拉出來 變成這樣子 這樣不懂 你們實際在做 在做的是這個 所以要控制好關節 結構是由關節形 形成的 肌肉沒有辦法 因為肌肉太大 肌肉在外面 肌肉在外面 這樣有沒有懂 這個是很重要的功 很重要的功課 導致對肌腱是我們要拉的 肌腱跟韌帶 韌帶 韌帶我們比較不容易主動的去控制它 可是當我們的肌腱 因為肌腱是跨關節的嘛 肌腱它是跨關節嘛 所以當我們能夠控制肌腱拉出來的時候 韌帶就被拉了 韌帶就被拉開了 這樣不懂 然後再加上凝 加上凝 凝轉 這個已經變長了 這已經變長了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我如果做到這個的話 這個的弧度 我如果做出這種弧度的話 我如果做出這個 它是不是比這個又長 是不是這樣子 這就是凝 凝轉 我的這個線 我拉出來 這是直的 我直接把這個直線拉成弧 拉成弧度 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在這個弧度上面 我在這個弧度上面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做出來凝轉 我做出來凝轉 它比這個還要強 這就是中國武術發展的三個階段 所謂的外加權 我們現在講所謂的外加權 它走的是這個 它走的是直線力 直線力 直線力你的關節就是身軀 身軀 那身軀剛好是肌肉最拿手的 懂得嗎 所以你就會習慣去用肌肉 你的動作只是這個 線的長短 到後來發展出曲線 所以這個手出來就不需要走這麼長的路 它就是啪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又變成直線 變成曲線 直線變成曲線 力 力量就出來了 後來到八卦 又出來什麼 變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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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這個 變成在這邊做出螺 螺旋 這樣有沒有動 只不過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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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太極是變成最後的結果 就是能夠平道的程度有多 太極 我說太極更難是什麼 太極是看起來 可是太極是在裡面在做這個螺 螺旋 所以你先要有這個的彈性 你先要有 你是直線 你不能做出螺旋來 因為它太緊了 你要有這個弧度的彈性 這個出來了以後 你才能在這個上面來做螺旋 這個就是很簡單 這樣一講 就曉得練身體跟練拳 練力量 它的三個階段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人體的運用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講很多次 運動使用身體的習慣不一樣 你的身體 你用身體的 你用身體的理論或者感覺或者方式 永遠是直線的時候 你的運動的能力 跟達到的目標程度 就只是在直線的極限 懂得嗎 就是直線的極限 當你會用弧度了 又往上伸了 又往上伸了 又當我在跳的時候 比方講我要跳的時候 我是這種動作 我用肌肉這種 是屬於直線的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當我現在會用弧度的時候 當我要跳的時候 我是金一崩 我是金一崩 金一崩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了 再上一個層次了 跟貓的使用身體是一樣的 它是金一崩就彈了 那是這個 懂得嗎 再上一層 這個 所以以前很多我們認為它根本神化 那個武功是神化 其實並不是神化 是它到這個階段 它用身體是用這個階段 它用這個方式在用它的身體 這樣不懂 你們今天了解的這個 你就知道應該怎麼練 要練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這個東西 你練到這個樣子 氣血已經會很順了 肌肉鬆掉了 因為它的張力出來了嘛 是不是張力出來了 氣脈血脈金脈 它是軟的 它的長度比金還要長 它是比金還要長 因為它是軟的 你的金可以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它就順著它變拉 被拉長了 如果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它就更長了 更順了 不管你是練什麼 練健康 練打鬥 練什麼 練彈跳 練籃球 練什麼 在於你怎麼用你的身體 中國武術提出來的是這個 所以並不懸 所謂的內加懸或什麼 並不懸 不懸 是不同的使用身體的方式 我們去練 你會了去強化它 去習慣性的使用它 改變這個的使用習慣 你就會了 你就會了 你的動作就出來彈性的 出來那個呢 那你用在任何地方我不管 以前的老師也不管 交出你這個 這是屬於能力 能力你要發揮到哪邊去 那個是應應用 你要發揮到打鬥去 是打鬥的應用 你發揮到騎腳踏車 是腳踏車的應用 發揮到拳擊拳擊的應用 發揮到籃球 排球 網球什麼 那個是應應應應用 知道嗎 你就算是家庭主婦 你在切菜 你也可以用這個來做 這樣不懂 這個是武術 知道嗎 不是招式 所以老師傅為什麼用一個招式 他有用 對他來講有用 對學生來講沒有用 不是招式的問題 是這個問題 這樣不懂 那這個老師傅他不教嗎 或者也不好教嗎 這樣不懂 這樣懂啦 好了畢業